由于UCLA的校园呢 华人留学生众多 因此枪击案一发生 许多华人家长都感到很惊恐 面对防不胜防的悲剧 华人要如何自保 东森新闻是特别咨询到 南加州专业的刑事律师 要教导民众面对枪击案的时候 要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 作为南加州资深刑事律师 动红分析美国枪击案 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个是杀手有机化的作案 另一个就是精神失常 胡乱开枪 然而无论遇到哪种情况 民众首先要跑 千万不要看热闹 如果跑不出去就一定要躲起来 而最后就是第三步 Fight里面的话就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是活 我活的 因为一旦只被发现 他要对你开枪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不反击 很有可能就会受伤害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三个原则大家记住 第一个就是Run 第二个就是High 第三个就是Fight 这三个里面的话 都是警察培训里面 都会给大家都说 根据统计2015年全美有372起枪击案 而校园枪击就有64起 总共造成2000多人死伤 更夸张的是 各种公共场所 包括电影院 军营 购物中心 都是杀手下手的地方 因此民众不只要学会自保 平常也要提高警觉 要听从警察的指挥 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学生 或者是枪手 所以在这点里面的话 一定要听从警察的指挥 养成个习惯 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的时候的话 永远要注意一下 我的逃生门在哪里 哪条路是个exit 这个很重要 强调拒绝在座受害者 民众不只要牢牢记住 遇到枪击事件 自保三大原则 跑 躲 拼 而无论如何 关于美国枪支管制 未来仍有一段漫长的 立法程序 需要很多人努力 东森新闻 魏宽 孟子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